Hello各位老绅士小绅士们 我们又有一次相遇了 提到绅士游戏大家一般会想到什么 成人恋爱 情谅少女 闯关福利 又或者是在威儿的世界里 和萌萌的邻家妹妹互相玩耍 体验两人之间脸红心跳的小距离 绅士游戏并非一个严格的定义 基本上还有以上元素的 小朋友不能玩 大人最好一个人偷偷玩的 都可被视作此类 其中很多开发成本不高 体量较小 也被戏称为小黄油 今天小新就给大家盘点 10款当下够新够热门的绅士游戏 紧急提示 本期榜单很黄很暴力 这绝对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经典宝石三小游戏 Miro超进化2.0版本来袭 作为一个绅士 我觉得这款好评爆炸 白菜价格的良心小黄油值得一试 所谓三小游戏就是消磨时间 消磨精力 消磨意志 游戏以虚幻4引擎开发 2D画面升级为3D建模 在一大堆粗质烂造的小黄油里 显得十分出色 故事模式中 已就职于一个 类似联邦研究保护局的神秘组织 进入一个平行宇宙 和绿发玉姐 魅魔小姐姐暧昧不清 新作拥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故事 好几种休闲抑制玩法 并非简单的后宫小黄油设定 你所做出的每个选择 都会影响游戏结局 挑战模式是让人玩到 停不下来的肉哥 加三消的趴打模式 家园模式则是将你和美少女们 引入星辰大海 多种互动进行装扮 还支持VR 游戏里可以解锁许多福利和过场动画 更大十足的暴衣画面 需要购买DLC 但即使是加上DLC 价格也非常良心 兽人按摩店 是一部关于兽人 也会被骚扰的游戏 游戏名字很直接 主要讲述玩家扮演一位正直的汉后兽人 来到大城市打拼 经营一家按摩店 但是顾客嘛 就不那么正经了 他们主要是一些性感的魅魔 也就是魔物娘们 魔物娘不怀好意 经常将日常压力发泄在你的身上 甚至会提出一些无理要求 包括挑逗你 你的本职工作 是利用高超的按摩手段 帮他们减压 管理自己的形象 不能丢了不落的面子 但事情 往往会朝向奇怪的地方发展 抱歉小姐 我们这里是正经按摩店 我是正经受人 尽管你听我解释 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今年的美股真是波涛汹涌 像我这种以前 没见识过夹息威力的美股新韭菜 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做 别人恐惧我加仓 别人小亏我破产 唉不说了 多做点视频还债吧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因此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给大家推荐一款 股市题材的小黄油 在股市银狼中 玩家扮演一位纵横顾海的高手 在众多金融商品中获得收益 随着收益的不断累积和通关 玩家可以解锁 和不同妹子的无物场景 像是合体 专属剧情 精美艳照 还有瑟瑟Plaid 女角们性格各异 让你体验华尔街之狼般 纸醉金鸣的生活 不过呢 如果你的目的是赚钱 那么这些妹子 就是妨碍你的绊脚石 股市银狼将复杂的炒股简单化 选择简单的按钮 你也能轻松成为股市大师 每天你还会被 荒腔走版的斗区新闻影响 整个游戏过程描曲很深 如果你觉得前面的游戏口味太重 而你又是一个 比较单纯的设施玩家 那么纯纯的 经典模拟恋爱重生之作 同期生重制版非常适合你 同期生是1992年在日本发售的恋爱模拟游戏 当年的校园神作之一 一款不那么黄的小黄油 大尺度的内容不多 毕竟那个年代 绅士们还比较克制 但游戏剧情很丰富 加上诱人的画风 整款游戏玩下来 依然会让你小如飞飞 脸红心跳 仿佛回到那个情窦初开 买脑子都是荷尔蒙的校园时代 游戏玩法上属于沙盒模拟 加视觉小说 加经营策略的混搭 男主为了获得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一边化身实现管理大师 和各式各样的女孩 欲解 搭讪 邂逅 进行一场场属于青春的美好约会 女教师 同学 门妻 邻居 店员等等 都是社会上弱小 需要帮助的女性 身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 多多关心她们 亦不容辞 地图中还有很多特殊的场景和物件 通过调查获得更多秘密 同学生拥有庞大的剧情文本 和好听的音乐 软色调的文本风格 30年后来看依然很赞 下一款 混入了恐怖元素的小黄游 冥婚交友中心 讲述一段甜蜜的鬼人生活 你扮演一位冥婚交友中心的顾问 你的上司叫做月婆 女主之一 你负责的案子 是两个意外死亡的女生 戴儿和远 她们是另外两位女主 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女生 以为意外而死亡 以通过与她们互动提升好感度 撮合她们的迷婚案件 除了走剧情 玩法主要是互动和模拟 包括分配体力在工作上 获得更多金钱 或透过感应和进化等行动 来降低女鬼的怨念值等 这些都会推进故事发展 并影响结局走向 游戏文本尺度较大 有点小黄文的感觉 过程中不断有心动剧情被解锁 不过女主们留在世间的日子 是有限的 随着时间推进 女鬼的灵力不断损失 当灵力枯竭 女鬼会魂飞魄散 若女鬼的灵力超过主角的灵力 女鬼则会失控暴走 而导致游戏结束 玩家需要安排好各种互动 避免女鬼灵力失衡 《欲望理论》 是一部欧美画风的 成人视觉小说游戏 玩家扮演满脑子欲望的20岁小伙 与三位美女住在一起 本来男主过着寻规蹈矩的展览生活 上学 打工 玩游戏 直到某天 男主发现自己陷入奇怪的循环之中 一直在过同一天 于是他将超能力用在把妹上 靠循环来不断试探 触碰各种角色的底线 借此来攻略每一位女生 每名女性角色拥有各自的故事路线 色色的部分主要是大尺度的 你懂的 独立团队以容游戏开发 武侠ARPG 视血印 画风和前几款不太一样 看起来还蛮正经 但了解本作的玩家一定知道 实际上他非常的绅士 搭配清凉的装扮 绝对激发你的身上腺素 视血印是一块以动作为主 融合地牢探索 和多种战斗元素的冒险游戏 老实说他有不少瑕疵 打击感什么的 无法和高水平赛来相比 而且作为动作游戏 明显跑偏了 卖肉成了重点 所以我只能说 像这种游戏 麻烦多来一点 其实这款游戏 在最初的EA阶段 被骂得很惨 后来不务正业之后 却迎来了反转 找到新的定位 最终玩家发现 其完成度和可玩性 其实都还不错 一些像是血印 这样的创新元素 也很用心 毕竟精致的脸蛋 和波涛汹涌的战斗 实在是难以抵抗 下面这款绅士游戏 有点特别 比较适合抖M的绅士玩家 它就是魔女的心爱囚禁 你和一名美丽的魔女 生活在林间小屋 每天过着于事无争的快乐生活 但是如果你不听话 或许会遭受残酷的调教 随着剧情发展 主人的调教变得五花八门 是就此沉沦 还是想方设法逃离这间小屋呢 你的选择会决定不同的结局 恋爱与经纪人 是一款恋爱养成 假经营的小黄油 女主上山若离 原本是偶像女团成员 因私人影片的泄露 而遭到女团出名 而你恰好是一位 曾经的王牌经纪人 如今有一点落寞 破产欠债 一拍即合 你决定放手一搏 成为她的经纪人 帮助若离重拾偶像梦的同时 也可以还清自己的债务 两人之间还会开展 呜呜的同居生活 毕竟若离有过 私人影片的前科 你努力将若离 打造成一代巨星 两层路线分很多种 唱歌 演戏 大尺度直播 甚至是下海 成为新一代阿娃巨星 游戏将每一天 分成早晨 下午黄昏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 都可以触发不同的剧情 现后不同的NPC 其中也存在一些小游戏来调剂游戏节奏 今年热度非常高的一款小黄昏 准确来说应该是大黄昏 是由Project Helios 开发的罗夫克拉夫的行动《多罗玩偶》 用名《多罗玩偶》败于行动 建模精致 画面效果很棒 融合了科苏鲁神话 和恋爱沙盒模拟戏设定 宣传标语更是直截了当 凝视深渊 并且在深渊也凝视你的时候 瑟瑟一次 翻译反应 这句话言下之意 就是妹子有够可爱 但怪物有够恶心 设计师口味非常重 玩法上 玩家利用小队战术和卡牌组合 指挥魅力四射的调查员们 和科苏鲁神话中的神秘生物 在各种战场上战斗 游戏标准模式下为第三人称 威尔模式下为第一人称 大部分画面为及时演算 而非预先渲染的CG 绅士们可以自尽角色 打造心仪的妹子 目前Steam上有demo版可供下载 游戏已进入封测 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发行完整版 届时会完善后宫模式 线上合作模式等 绅士们不妨关注一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关注哦 我是和你一样绅士的小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